同学们好 接着我们来看本节的第四个考点 第四个考点呢 是在审计报告中描述单一关键审计事项 因为在上一讲我们讲到了 关键审计事项的概念 你是怎么确定出来的 没错 那么在这个考点当中 那你怎么在报告当中描述呢 就是在报告当中如何来写 关键审计事项的意思了 我们也知道 关键审计事项 它属于什么呢 高高高的事项 然后我们注册管理师做了N多的程序 首先它是高高高 高风险高金额高判断 然后呢我们做了重点关注 重点关注以后呢 我们认为是得到满意解决 对我本期来讲是最为重要的 我们写的审计报告 所以在这个关键审计事项的判断 大家注意 它就要体现两个事情 第一个呢 第一个与治理层沟通的这个事项 当中有高高高的 然后呢我一定要做了N多的程序 我们用本节的语言叫重点关注过的 然后OK的N多程序当中 有OK的我入围为最为关键的思想 因此呢在咱们第四个考点当中 它在描述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逻辑 它分两个部分 第一呢 主向描述内容 什么内容呢 高高高的 是什么事项 第二呢 你是怎么重点关注的 高高高的事项呢 相当于是被省力单位 财务报表中 它存在的 然后呢 它是满意解决了的 我右手确认了的 这是有两只手 左手右手 那我们常常把 那肯定是把 这个左手的 这个高高高的事项 写在前面 然后右手的应对 写在后面 所以它就分两段 每一个事项分两段 好 先看一下 这个审计报告 例如 我们来看一下例如 再回来 看它的 所提出的要求 好 审计报告当中 有一个单色的部分 大家看 比如说 是邓号 关键审计事项 这个叫什么呢 标题 我们也是说 这个叫审计报告 单色一个部分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部分是隐言 隐言说两句话 第一定义 第二目的 接着 我们就逐项描述 就说描述单一 关键审计事项 第一个叫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 我们给它一个什么呢 指标题 指标题 一项一项的说 好 政府补助 然后呢 一点 叫四项描述 就是左手的 财务报表的 高高高的 得到了满意 解决的 好 那你 你确认了吗 确认了 所以我们 接着 这个就表明 是我重点 关注过的 想到我右手 是如何重点 关注的 所谓重点 关注呢 就是做程序 我做了哪些 一系列的程序 对 好 刚才你看到了第一个 这就是单一的 那还有一个呢 我又 逐项的描述 比如说固定资产 即在境工程 简直 好 这就是逐一 单项 描述的意思 那么每一个 都有 左手 是个什么 事项 它是怎么 得到满意 解决的 查误报表付诸当中 已经披露了 该说的说了 我呢 又做了 N多的程序 它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因为我们把这个 审计报告的 关键审计事项部分 我们见识 我们先见一下 我们再识 所以我们就咋 见识了 对吧 否则它太抽象了 是的 好 我们再回到 前面我们说到的 这个考点 诶 描述 单一 是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你确定了 关键审计事项 有两个或三个 那你不着急 一个一个的说 每一个说两个问题 说左手的 它披露了的 右手 做了N多的程序 去确认了它 每一个都说两件事 对 好 逐项描述的内容 是同时要说的 首先要说 这个事项 被你认为 是最为重要的事项 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是高高高 高风险 高金额 高判断 第二 你还要说 你做了N多的程序 都可以索引到 一个 它的最为满意解决的 索引到财务报表付诸 它也披露了 是高高高的事项 被审计单位披露 我右手就确认了 我做了很多的程序 对 所以是如何应对的呢 其实就是程序 因为这些内容 是属于在19章 第四节 因为它背后的 审计准则的语言 就是这么说 实际上我们说通俗一点 就是说我逐项描述的内容 你有两个观念審计是一样 我一个一个的说 我说两个层面 首先说左手 高高高 它披露了 OK的 第二 你怎么知道OK呢 我右手做了N多的程序 它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好 你做了什么程序呢 请注意 对于一项 你看啊 一项 可能你这个审计报告里有两到三个 可能你有三到五个 没关系 一个一个的说 对于一项关键审计事项 因为它的问题是不同 我的应对也是不同的 比如说 我们再看一眼 政府补助 我是怎么去应对的呢 因为政府补助有政策性 有文件的 那政府补助 它发给你的钱 到你的银行账了吗 它的应对 就根据这个内容来 它的程序 是要跟这个事项相关的 它没有固定你怎么说 但是它有一个道理 你是怎么应对 就是说你怎么 做了一系列的程序 去确认它是OK的 或者你确认它是得到了满意解决的 因为事情不同 我的应对就不同 所以接下来的这四句话呢 它是一种归纳总结 你是如何应对的 事情不同 我应对就不同 对 好 它怎么说呢 请大家看 如果这个内容 它是把各种事项的应对 归纳总结 总结归纳 凝聚在这里 它是抽象化的结果 好 我们来看 在审计应对措施或方法中 与该事项最为相关的 或对评估的风险有针对性的 比如说政府补助和再建工程的减值 那就是完全不一样 好 对于实施程序的减要 概述 你做了哪几个环节的程序 不是把这个程序全部写出来 好 第三 你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事项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看法肯定你 根据你的职业判断 是得到满意解决了的 它基本上是什么 提了 这是一个要求 然后呢 说三件事 什么要求呢 就是说 你的应对应该是相关 有针对性 这是一个要求 然后加三个环节 你这个是一个什么事项 结果怎么样 你看法是怎么样 看法就要回到 关键审理事项 它的定义 是助作会议师 或者是我们 根据职业判断 认为对本级财务报表 最为重要的事项 那你要把它说到 关键审理事项的定义 这有点像助作会议师 或者是A助作会议师 做小作文 我们2021年到2022年 在各种媒体当中 我们看到很多人 自媒体当中写了一些东西 我们通常把写得比较好的 叫做了一个很好的小作文 对 这个作文呢 它是有要求的 每一个关键诊 你是想说两个层面 一个说左手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一个说右手 你小作文 小作文 你是要有要求的 对 那么 左手的这个 描述的内容 它首先 它符合 我们关键审理事项的定义 它是高风险 高分段 高金额 三大领域 然后呢 我就 从七个方面 就把它 确定为 是关键审理事项 当然 我做了N多的程序 得到了满意的解决 我认为 我把它作为 根据我的职业判断 把它作为本期最重要的 好 大道理懂了 懂了以后呢 我们刚才也给大家看到了 要来看这个例子 是不是 我们先看 关键审理事项 再回头 我把这个审理报告老师带着你看一遍 好 请看 关键审理事项 请注意 这个例子是例五 那么在整个第十九章当中 我有九个例题 九个例题当中 例五呢 它的重点 是要 把关键审理事项 这个内容 弱地 那么关键审理事项 大家看 四 邓号 关键审理事项 这个叫标题 它的标题是六个字 四 邓号 表明 它是单色 在审理报告当中 它有它的刨道 它有它的赛道 假定说一百米 二百米 短刨当中 它一定要按刨照刨的 就这个意思了 然后呢 关键审理事项 这六个字呢 这是叫它的标题 接下来的这个两句话呢 叫引言 接下来你看到的括号一 政府补助呢 这个叫指标题 每指标题就是 某单一 关键审理事项 好 那么单一的关键审理事项 我们描述呢 先说左手 再说右手 如果有两个呢 我就括号二 比如说是固定值展击 再进功能减值 我也是先说左手 描述内容 再说我右手 我的应对 如果有第三个呢 我就括号三 比如说收入确认 如果有个三 假定说二 收入确认 那我就写个一 四项描述 二 神经应对 四项描述呢 是左手管理层 它的收入确认 有哪些 做了估计 在财务报表付诸当中 它披露了 好 右手呢 我对这个收入确认 做了哪些 或者我做了N多的程序 哪些程序 以此类推 所以这个括号三 这个括号 这个括号二 是吧 还有呢 这个括号一 都叫指标题 也叫单一 逐项单一 那我们回到这个 政府补助 该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问题 得到了满意解决 首先在报表中 然后在财务报表付诸 好 我们训练一下自己 这其实就是来 对我们 A注册会计师 全世界最著名的 A注册会计师 提要求了 你要会写 小作文 有的同学说 老师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会不会考 我认为不会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不好改决 不会考 你还讲 还是要听懂 知道吗 因为我们在 审计实务当中 这个A注册会计师 作为审计项目 活活人 他在写这些内容的时候 他其实不是 一写就提交了 他还是要改很多遍 很多遍 有的时候说呢 他就下载 下载各个行业的 比如说 我们要审计猛牛 或者审计伊丽 或者审计光明 乳制品行业 他的关键审计事项 有同一首歌 他高风险 高金额 高判断的 有类似的 假定你审计的是什么呢 中国电信 或中国移动 或者中国联通 他们这个同行业的 高风险 高金额 高判断的 以及我们的应对呢 也有类似的 人家在写这个 小作文的时候 其实要做很多的训练 然后呢 有对关键审计事项 和审计报告 有符合的人 有的是要进行几个人 比如说四个人 五个活活人 来修改 这特别是在 2018年的时候 我们上市公司的 财务报表 审计报告 要按照我们这个 比如说 关键审计事项的描述 所以这个小作文 在考场上 要你去写的话 好像没有必要 但是它会让你去 说明它的本质 它不要你具体的写 它要你知道 它写了什么 所以比如说 政府补助 这个事情 叫事项描述 这个描述的第一句话 是政府补助的 它说 如财务报表 负助某一个 在营业外收入描述了 报告期这个公司 营业外收入 有7.11个亿 是政府的补助 好 你看描述 其实财务报表 负助当中也披露了 由于这个政府补助的 金额较大 所以对报告期 净利润产生的影响很大 它就属于高风营 或高金额 或高判断 因此我们将 这个作为 关键审理事项 你要说你为什么 作为关键审理事项 对 这个事项呢 在财务报表 负助当中 它已经披露了 它已经得到满意解决了 对 然后我们怎么去 做N多的程序 去确认它 得到满意解决呢 我要来 虽然它披露了 所以我要检查 它的原始凭证 好 检查 检查政府补助的文件 依据 还有 这个政府补助 把这个 你作为了营业外收入 那么 这个拨下来了没有 这个钱到你的资金 账户了没有 好 核对资金流水 查看 银行回单 还有呢 对政府补助 发函确认 获取 那么你这个政府补助 获取ABC工资 是怎么区分的 对吧 你是怎么区分 进入到资产相关的 还是收益相关的 要看看它的划分 是否正确 所以对政府补助的审计 作为助的快递师 右手来讲 不管 不管你是不是写到 关键实际事项 作为审计报告的 关键实际事项 但是你 平时你做程序 就要做这些环节 你就把 对政府补助 审计的这些程序 描述 它还是属于 一个程序的问题 好 比如说固定资产 及债金工程的减值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是怎么去描述 我的程序的呢 因为这就是 会计估计的问题了 这就是17章 第一节的会计估计 我对会计估计呢 这个事项 我要做哪些应对 它不一定是做细节测试 它的应对 包括了解 包括控制测试 包括实际程序 所以我要了解 它的内控 就说我对会计估计 我要做哪些程序呢 你多写一点 当然没问题 因为我们审计会计估计 是要做风险评估 和相关工作 去评估 然后呢 评估了以后呢 我就应对 好 我首先了解了 它的内控 第二呢 我进行了什么 固定测试和载件工程 实施 监盘 或观察 好 第三呢 我要看 你是看它的 减值 你要看它的减值 就回到 它的 这个 减值的依据 获取 具体 减值的 这个明细 以及 依据 就是看它的 会计估计合不合理 好 然后呢 固定测试和载件工程呢 它是有一个预测的 所以呢 它有一个评估 好 我 我利用了专家的工作 还有呢 我们再来分析 评估的时候 哎 我还要分析 通过什么呢 通过 未来的 比如说 相关产品的价格和毛利 分析 简直的对象 10点 金额 是不是符合 会计准政 那么我对 固定资产和载件工程的 简直 我大概做这些程序 哎 我描述出来 但是 大家注意 这个应对里面 它就包括了解 识别评估 应对 好 那这就是 关键审计事项 当然我们说 有五个六个 一个个的写 排排座 你把哪一个 写在前面 后面 注册快递是 A注册快递是 他根据他的判断来 好 再说一遍 这个关键审计事项 写小作文 在我们专业阶段考试 和综合阶段都不会考 特别是专业阶段 是不会考的 因为 因为什么呢 题目要给很多材料你 那么这个 题目的已知条件太多 第二个 因为他没办法去搞一个统一的标准 来给你判分 所以 姑且 我们认为是不会考的 但是在审计事务工作当中 A注的会计师 我们所说的 他要改很多遍 还有人帮他修改 所以再一来 他就不会要你考 但是他要你说 说什么呢 考前面的 考前面的是什么呢 请大家回到这里来 在审计报告中描述单一观念审计事项 描述几个层面 两个 首先描述的内容 第二个 说明你的应对 这个你要清楚 描述内容描述什么呢 描述这是一个什么事项 你为什么把它确定为 观念审计事项 然后呢 你是如何应对的 好 那么你如何应对的 就要根据这个事情来 比如说政府不住 比如说固展的减值 他完全不同 他的应对就不同 那这个抽象的考不考呢 考 他可能要考这个 抽象的是什么呢 在应对的措施和方法中 与这个事项最为相关的 或对这个评估 重大执迫风险是有针对性的 最相关 以及有针对性 好 然后你做了什么程序 结果怎么样 你的看法怎么样 好 那么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个完整的 包含关键审计事项的审计报告 好 请看 审计报告呢 基本要素 十个 第一 标题 这是第一个要素 第二呢 收件人 我们第十九章一开始 教材就说了 我们审计的是上市实体 通用墨顶 整套财务报表的审计 所以它就是股份有限公司 ABC股份 严选公司 全力股东 好 第三个要素 就是审计意见 大家看到审计意见 就从利一到利四 现在是利五 我们知道 只要看到审计意见 就说明它是五保留 五保留意见 好 两句话 第一 你审计了什么 注意一下 我们后面有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的举例 他就不能说我们审计了 他就不能说我们审计了 这个不能说的 我先提醒 那么如果不是无法表示意见 他审计意见的第一句话 都是说我们审计了 我们审计了 我们审计了 对吧 好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认为 因为五保留意见就是满意的 所以我们说按照了 供应反应 这个大家从利一到利九 反复看就熟悉了 好 这是什么意见 第三个 然后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这是第四个因素 在五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里面 形成审计的基础 这一部分 它是三个层面 第一 我们按照 第二 按照 第三 我们相信 就三个词 就是相当于凭什么 其实是一点四 审计的基本要求 那么审计意见 其实就是目标 目标就是第一章第三节的 目标 目标就是合理保证 你合理保证什么 在所有重大方面 按照了 供应反应了 这就是你的意见 对 那你形成审计意的基础呢 基础 第一个 就是我的审计基本要求 第一个要求 遵守职业道德 第二个要求 遵守审计选择 第三个要求 保持职业缓移 第四个 合理运用职业判断 那形成审计的基础 在这一部分呢 它还没有完全展开 因为它在 我们审计报告的要素的 第六个要素 因为五是管理层 和治理层对报为的责任 六 是住审会计师对报表 审计的责任里头 它还会展开目标和要求 审计的总体目标 合理保证 然后审计的基本要求 在这种框架下 它做了什么程序 所以我们再去看 这个审计意见的基础 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这里按走了 按走了 实际上是回答 基本要求 同时在右手的责任里面 还会去展开 在四个要求 对 好 在我们这个六五里面 还有一个 理论上啊 可能还包括 与持续进行相关的 重大不确定事项 这是 这是一定会考的 它是要结合17.3 那么重 重大不确定事项 请注意 它不能作为 关键持续事项 它这个叫什么呢 三邓号 也就是说 它有 它也是在审计报告当中 它有它的 赛道 刨刀 叫单色一个部分 那 与持续进行相关的 重大不确定事项 在2017年之前 它就是作为强调事项的 大家注意 2017年 我们 这个 审计报告的系列准则公布 从2018年1月1号时 开始在所有的事务所 中国境内的实施 在2017年呢 是在A加H股的 有10几家事务所 就开始提前实施了 那么在2017年以前 比如说2016年 与持续进行相关的重大不确定事项 它是把它作为强调事项断 所以我们既然它曾几何时 作为 被作为强调事项断 那么 你今天来看它 它真的只有一段 它的写法和强调事项断 是完全一致的 只不过 从2017年 我们审计报告系列准则公布以后呢 就不把它放到强调事项断了 把它作为单色的一部分 但是它的写法呢 是三个意思 它完全和强调事项断的一致 咱们来看看 它说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如财务报表附助所述 就证明 Base体单位该说的都说了 对吧 好 这就是说 这个财务报表附助描述了 表明它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这是我们做的快递师 对这个问题要提示 表明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因为我们对这个持续经营 能力做了考虑 好 还有第三句话 这个事项不影响我发表的神奇意见 那么强调事项也是这么说 强调事项我们在19章第6节会讲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如财务报表付出所述 什么什么什么 那么这个事项呢 对财务报表理解 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很重要 所以我们描述 该事项不影响 应发表的神奇意见 好 在这里大家注意 以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事项 在审理报告中要单色一个部分 什么叫单色呢 我们见到了 见到什么 三更好 这就是单色 比如说 关键审计事项 单色一个部分 什么叫单色呢 四等号 那我审计意见呢 大家看一下 审计意见一等号 它就在审计报告里 它有专门的赛道 跑道 也叫审计意见呢 当然是单色的一个部分 我单色一个审计意见 我审计意见在审计报告中 单色 不能把别的放到这来 然后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呢 也是单色 所谓单色这两个字 中国人终于看懂了 老师给你翻译了 就是我在审计报告里 给他一个 123456 讲个道理 知道吗 你讲讲道理 你讲一想123 讲讲123 就讲道理 几点 好 那么 持续经营相关的 重大不确定 重大不确定思想 需要在审计报告里 单色一部分 就是三顿号 就是三顿号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 给他一个标题 还给他一个三顿号 这就叫单色 关键审计事项 在审计报告中 也是单色 什么叫单色 四顿号 然后给他一个标题 六个字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上市实体 通用目的 整套财务报表 它都是这样一个标准 都是这么来描述的 你不能说不同的事务所 审计不同的客户 你写成了五花八门 你还是要有规矩 规范 你写五花八门 财务报表使用者 看这个审计报告 完全看不懂 完全看不懂 对 虽然我们很专业 但是我们呢 表达的意思 应该是有规范的 它叫单色 对于关键审计事项呢 你看我单色是什么 就是四顿号 这个六个字 就是叫标题 无论哪一家会计事务所 出的审计报告的 关键审计事项 它就是要写六个字的标题 接下来 就是 引言 引言就说两句话 第一是说定义 关键审计事项是 根据我们的职业判断 认为对本期 财务报表最为重要的事项 好 这是它的定义 这些事项是在 是在 什么呢 我对报表 審计行政意见 背景下处理的 处理什么呢 我做了N多的程序 发现它是OK的 我们呢 把它作为最关键的事项 我虽然写的审计报告 单色一个部分 但是我不是对这个 关键审计事项 单独 提供单独的意见 就是跟财务报表使用者 加量不加价 锦上添花 提高 提高什么呢 提高这个审计报告的信息 包含的信息 对 让你知道 我住在快递室 我在过程做了什么工作 增加我工作的透明度 然后呢 你审计 你看我们审计的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这个同行业当中 你就会发现 不同的事务所 对同一个行业 它对关键审计事项 好像有英雄之所见 虐童 有行业特点 有一大部分是类似的 对 好 这个政府补助 这叫指标题 单一描述 就先说什么事项 然后说应对 再来说第二个 关键审计事项 比如说固定争战机 再建工程解职 先描述这个事项 再说应对 好 这个关键审计事项呢 就是这么来的 你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就是这么排排坐 一二三 就是用这个括号来表示 接下来我们在 审计报告当中注意 因为刚才你看到的 这个利物啊 是什么意见类型呢 大家看看 是五宝流意见 因为五宝流意见啊 它有它的 它长的 它长成啥样啊 它长成什么样呢 我们说 它是长成什么模样呢 对 亭亭欲立 还不可以描述它 它就是四个字 审计意见 表示五宝流意见 OK 而在五宝流意见的 审计报告里 现在你就要告诉自己 无论其他信息 有没有重大错报 你都要包含到 因为我们说了 我们审计的是上司实体 整套通用目的财务报表 无法表示意见 可能不包含其他信息 但是五宝流意见 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 都要包含 都要包含这个利九 利九在第十九章第八节 我提前把它放过来了 因为它太抽象了 我们让它 躲在第十九章第八节 我们等不及 我们得提前把它拉出来亮相 因为它太抽象了 那么现在我每一个审计报告 除了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的举例 我都把它拉出来 那在其他信息 这个叫什么呢 各位同学 这个地方还一个小小的错误 大家注意 这个地方是四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是写五 对不对 五 这个对了 六这是对的 这个地方五 它排排着 对吧 五 其他信息 其他信息呢 说四个意思 对吧 你有几个意思呢 四个 第一个 其他信息这个部分 大家慢慢的学到第八节的时候 你基本上会写了啊 因为他在考试的时候 他问你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把这一段话真的掌握 你不会判断 我把其他信息我都会写了 我会写就代表我会 我会输出了 我都写了出来 你问我什么 我就不着急了 我胸有成竹了 我都会写 你在在十九章第八节考单选多选 你在简单 或者是在中和题设计 我怕什么呢 其他信息这个部分 我写的会写 我还怕你吗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注意啊 好 那么大家注意 请看 五 邓号 这个叫什么呢 单设 也就是在审计报告中 除了无法表示一件的审计报告 我要 单设一个部分 什么叫单设呢 我给一个五顿号给他 然后他的标题呢 是四个字 其他信息 你不能写其他的信息 也不要写ABC公司 其他信息 他就四个字 这叫规范 好 除此之外呢 他第一句话 不能乱写 就是左手 管理层对其他信息负责 其他信息被包含在哪里呢 年度报告 上司实体 整套通用目的的财务报表 他是要对外公布的 他的年度报告是要对外公布的 对 年度报告中 除了我左手签字盖章了的财务报表 和我们出去的审计报告之外的呢 叫其他信息 他的语言的描述 大家要尊重他 尊重他 或者我们理解他 包容他 他怎么说呢 其他信息包括 包括ABC公司 201 比如说20某一年 年度报告涵盖的信息 其他信息 包括ABC公司 20某一年 年度报告涵盖的信息 但不包括 他这个鬼话 他这真是鬼话 注意啊 你看这句鬼话 大白天的我们闹鬼了 他的意思就是 年度报告中 除了以审财报表 和审计报告之外的 那就是我其他信息 他其他信息包括 ABC公司 按理某一年的年度报告 但不包括 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 这真是大白天 说鬼话 听得懂吗 我们尊重他 我们包容他 我们理解他 我们接受他 我们爱他 好 这是第一句话 我们讲到历五了 当我们讲到历九的时候 我们就 就很熟悉了 对不对 我们只能这样 不断的看他 对 第二句话 第一句话 是说着手 其他信息是管理层负责的 我右手在干什么呢 我审计财务报表 合理保证财务 你要尊重他 你不能改 第二呢 你包容他 他就这么任性 他不按你的来 理解他 接受他 爱他 第二句话 说完了吗 没有 这两句废话 他重点是说 管理层里对其他信息负责 我们是对报表 发表神意见 但是 这里有隐含 但是 结合我们财务报表神迹 结合我们财务报表神迹 背后的那个准则 十九章 第八节的那个准则 1521号 要求我们 获取年度报告 阅读其他信息 阅读其他信息 其实其他信息是包含在年度报告中的 我们要获取年度报告 阅读其他信息 考虑其他信息 给我们以审计的报表和审计报告 有没有重大不一致 或者是 有没有给我审计过程了解的重大不一致 好 如果有 如果其他信息存在重大冲报 我应当报告 如果没有 我就说没有 大家注意 现在在这个部分当中 他主要的问题是其他信息 而不是说以审报表 和审计报告 在这个部分当中 他就说其他信息 到底有没有冲报 有没有重大冲报 好 接着 左手 我们的审计报告 任何意见类型的审计报告 都有管理生和治理生 对报表的责任 包括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那个报表是你左手的 他的三句话 不变 不变 一模一样 管理生负责按照什么什么 编报表 搞内控 评估持续经营 自理层监督 财务报告过程 所以当你看一遍 两遍 三遍 四遍 五遍 六遍 第九遍 看九个例子 你不可能 没有感觉了 对不对 是的 右手 因为现在是 无保留意见 无保留意见的 作者会 他就是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这个叫什么呢 审计报告中单色一部分 他不叫一段 他有N段 对不对 单色一个部分说什么呢 外行看门道 内行看门道 他说我们的目标是 合理保证 一点三 我们的要求是 基本要求四个 遵守职业道德 遵守审计准则 保持职业欢迎 合理运用职业判断 去做审计工作 做什么工作呢 一二三四五 还有与自理层沟通 当然要遵守独立性 还有沟通当中 我做了N多的程序 得到满意解决的 我却为对本期最为重要的 我也要沟通 好 最后签字盖章 先是谁签字盖章呢 这是第八个要素 事务所盖章 第九个要素 因为这个项目 是谁负责呢 整级项目 伙伙人对这个项目的 总体质量负责 所以第八个要素 做的问题是签字盖章 第九个是事务所 签字盖章 因为这是事务所 称接的 对 好 第十个 生理报告 十个要素 我们九个例子 每一个例子 它都长成这个样子 好 突出的重点不一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